各位 30塊新台幣能買到什麼東西呢 一個便當 一杯珍珠奶茶 還是一款遊戲 來來來啦 訂閱頻道不用花錢 只要訂閱羅卡ROCCA 跟羅卡羽喵喵的頻道 就有趣味的各種影片可以看 趕快給它按起來 啊不是回歸一下 30塊新台幣 可以買一款遊戲 你敢信嗎 今天要來分享這款遊戲 就是只需要30塊新台幣 它除了會給你下載來玩以外 還會再找你幾塊錢 就是連30塊都不到 就可以買來大殭屍啦 哈囉大家好我是羅卡 今天要來分享的遊戲是 中文名稱好像被翻作 殭屍校園 因為名稱是 Zangbiz Cool Steam跟Switch雙平台 都可以買得到 我買的是Switch版本 在日本eShop的價格是 100塊日圓 遊戲有習慣登入小金幣回饋的 可能不用錢 也可以直接換到 那100塊日圓 換算成新台幣 目前為止差不多是22塊 Steam的 我看到它的特價更猛了 只要新台幣16塊錢 就可以買到 我有特別看了一下 Steam平台的 它有標示了 僅限拿手把玩這款遊戲 本身不支援到劍屬 這點得要注意一下 那麼這是一款獨立遊戲團隊 在2020年發售的 以僵屍為主題的射擊遊戲 遊戲的操作相當簡單 只有移動換彈甲換武器 攻擊原地瞄準攻擊 雖然操作非常簡單 可是卻很挑戰手把的健康程度 因為它是用左類比在移動 左類比移動的時候 也會順便移動你瞄準的準星 除非是按住DR再按左類比 才會是站在原地轉方向來射擊 不少的關卡都是僵屍為成群的過來 我們就是要一邊逃命一邊瞄準 這時候可能就會遇上 類比搖桿會有稍微回彈的問題 例如我們往右邊移動 再躲敵人的同時 還要再來一個回尻左邊的僵屍 這時候就很容易遇到準星歪掉 不知道類比一彈 會把準星歪給彈到什麼地方去 只要僵屍稍微的多一點 這個問題就比較容易造成大失誤 所以手把的健康程度到底有多好 也許這款遊戲 也可以當一個小小的檢測器也說不定 一口氣扣太多血的話 就可能會直接遊戲結束 當然另外還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它的說明還蠻少的 像我第一次接觸到棒球的關卡 它的打擊居然會從ZR換成A鍵 還有玩的饅頭霧水 但是也有點意外它的玩法變化 居然還蠻有趣的 那第三隻BOSS也有類似的狀況 還沒有太多說明 就簡單講個 需要使用相生的武器 開打後的一頭霧水掛了幾次 才慢慢的用陣王堆疊出一些經驗 露出一點勝利的曙光 那最後還有一個還有一個 就是它有支援到中文 繁體中文 但某些地方翻譯沒有翻到 有些也會有打錯字的狀況 不過有中文話也算是真的有心的 至少以中文為母語的玩家 玩起來會比較好上手 小缺點大概就這樣子 目前玩起來的感覺 這支影片也是算比較易於常態 先跟大家分享的小缺陷這一塊 那關卡設計跟整體的流暢度 節奏感都非常好 尤其我覺得以一個 30塊錢來幣有找的價格來講 這水準真的很夠 它的關卡會有不一樣的設計方式 一般會有擊退殭屍的一般關卡 看起來像是在小城市當中的小廢墟 關卡通常會設定 需要打敗幾隻殭屍作為勝利的條件 各式的殭屍或怪物 就會在關卡當中不斷生成 利用我們的武器去邊閃邊打爆殭屍 打到滿足過關條件的數量 極為勝利 打的過程會有一些小技巧 因為遊戲中有一個滿重要的東西 金幣 這個要透過打殭屍來賺 可是跟一般的遊戲類型 設定起來又不太一樣 大多一般的遊戲設定就是殭屍越強 怪物越強 錢就會掉的越多 但殭屍校園的設定是不一樣的 只到COMBO打到一定的水準之後 錢就會直接的越掉越多 一開始不管打多強的殭屍 就是一塊一塊的掉 接著5塊10塊50塊99塊 一路數字會往上衝 能夠維持COMBO的話就一定要維持 在那場才能夠賺回最多的錢 賺錢這一塊真的是超級超級超級重要 因為遊戲的戰鬥中 角色不能帶什麼洪水 或者是購買一堆彈藥進去 邪有幾滴 武器有多少子彈 威力多大 都要透過花錢來升級 在戰鬥時 想撿到子彈或吃到補血的 就真的要靠一下運氣 運氣好一直吃到 好像無限子彈 運氣差一點 一場來沒吃到半個 沒有升級到裝備的話 就算是射光所有的子彈 也可能會失敗 武器本身要拿到新的 得透過過關才能夠解鎖 但武器的能力就得靠花錢來升級 包含主角本身的血條最大值 還有打棒球揮出去的威力 賽車關卡的車子撞擊能力 都得要額外花錢 全部都是得要升級的 武器一般會有幾個可以升 有攻擊力、上糖素、彈藥、持有素 跟裝填的時間 攻擊力無庸置疑 他會標升一級 這個武器會加多少攻擊力 每種武器能加的速度都不一樣 花的錢應該也不算多 但是需要稍微弄一下會比較好打一點 上糖素就是可以裝上去的一次彈夾量 像是以前玩CS拿AK式機 就會一個彈夾是30顆子彈 那這邊的話是可以一直去升級彈夾的數量 這個就會影響到換彈的節奏 在斷的時候 還有包含COMBO在斷的時候 會有多持久的效益 那彈藥持有素會影響全部子彈的最大值 可以增加那把武器的續航力 最後就是裝填時間了 這個是換彈夾的時間啦 反正就是一定得升就對了 錢的部分真的很重要 一定得用COMBO來增加賺錢的機會 還有個不錯的金幣吸收力 也可以透過升級 去增加吸金幣的距離 這樣可以打得快 又不用一直看到金幣沒吃到而消失 那關卡的設計也不只這樣 還有一些掩護人質前進的關卡 整個設計會是以人質走一條指定的路線 然後往著目標的地點前進 途中就是一堆殭屍會圍過來暴打人質 任務就是要幫忙清殭屍 保護人質走到終點 再一種棒球關卡的設計 這個我覺得蠻有才的 我們的角色會變成棒球的打擊者 站在本類上阻止殭屍採回本類 只要被採回一定的數量 遊戲就宣告失敗 過程中打擊的準性會一直自動的左右飄移 我們只要在對的角度 按出打擊 就可以直接把棒球打出去解決殭屍 球打出去還會彈 不會只有單一的敵人被擊中 場上如果有油冠一直出現 打到他也會爆炸 會帶有一些燃燒的傷害 連續擋住幾波 就不讓殭屍採回本類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贏得這樣的關卡 這個設計老實說真的還蠻有趣的 雖然剛開始我有點看不太懂他到底在幹嘛 連攻擊鍵從莉亞變成A也是搞不太懂 可是創意真的有 我又花不到新台幣30塊買到 這個設計真的給過 還有就是開車撞殭屍的關卡 我真的覺得這設計團隊蠻有才的 居然可以把打殭屍的遊戲 又是這麼小品的遊戲設計成這樣 看起來雖然說是小成本製作的遊戲 可是這種創意只要稍微的在包裝的精美一點 也許價格可以翻個數十倍也說不定 那開車這個的話 玩家基本上是操作車子 那整個車子操作起來非常的滑 車子的轉彎也不是很直覺的那種方式 有點類似車子開在一個很滑的冰塊上面那種操作感 其實不像在開車 有點像是在溜冰刀 不是那麼好操控 但也因為這樣 所以要撞對殭屍才會拿分 撞到油罐的話就會爆炸扣血 需要一點點時間去學習練習一下 慎重的去操作才有辦法過關 那類似有創意的關卡真的是還蠻多樣化的 不會單純就是只有在城市裡面打打殭屍 久了可能就會比較快逆掉 武器也是有各種不同的打擊樂趣 打擊感真的也還不賴啦 但初期只給無限子彈的手槍 那一把老實說我真的很少用 護槍的部分反而是可以在初期使用到的 因為手槍的攻擊力實在是非常的低 然後射的又慢 升級一次也只加一點 倒是不知道會不會有高手 是專門挑戰用小槍來打爆殭屍 步槍 限彈槍 榴彈發射器 雙槍 每種武器都會展現到不一樣的特色 像是步槍可以連續射擊 子彈又多 但傷害沒有到爆高 限彈槍的話射擊距離比較近 範圍很大 子彈量的話是不多 雙槍蠻舒服的 射一發還有機會會彈出去打到別人 威力再升也是算蠻快的 升過一些等級之後打起來爽度真的可以非常的高 還有那種造成一擊必殺 或者是超爆高的傷害武器 也許一大場只能夠用一次 但也是可以拿來運用的一次機會 那玩這款真的是可以花一點時間 不用那麼硬又可以有不錯的遊戲體驗 只要認真的好好賺些遊戲裡面的金錢 就可以升級裝備 打出爽度更高的數字 玩到現在啦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類似手塔的那個關卡 因為敵人只會從正上方跑下來 我們只要左右移動不好自己的位置 加上殭屍的生成又很符合combo需要的節奏 再賺錢的速度就是簡單無腦又快速 只要碰到某些比較強的殭屍或關卡 沒辦法快速解決他的 我就會回到這種關卡再去闖幾次 把武器升級一下再繼續往後面的關卡挑戰 當然有部分的關卡還是得要思考一下 該如何讓敵人扣血 能用點外箱人打法的話也算是一種樂趣或者是過關方式啦 OK那今天這款超級便宜又輕鬆有趣的小作品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了 有興趣的朋友也別忘記幫我點個喜歡 這樣我就知道有多少人對於這類型的遊戲有興趣 至少便宜又有趣也沒有額外課金的要素 拿來打發時間算是還不錯的吧 記得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 也別忘記追蹤我的IG跟FB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啦 掰 啦 啦 小單 啦 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